212基地 十分高興澳門大學科普基地 被國家了入國家科普教育地 我們接下來會盡量更善用這個平台 跟本地及國內外的相關科普單位合作 近年我們澳門在這方面都做得不錯 例如硬條件大家都見到 我們都會陸陸續續 這幾年都有很多中小學生 包括澳門大學 試用我們的實驗室 或者相關的科技場所 遠條件大家都知道 我們很多教授或者科研人員 都跟我們本地的中小學緊密合作 做方方面面不同形式的科普活動 比賽、培訓等等 就利用澳大STEMP-10的一個資源 去帶給學生一個更好的課程體驗 反而我STEMP-10其實都有很多 一些叫做培土式的學樓 徒施或者是比賽 或者是剛剛說的開始的課程 其實隨著慢慢深化的時候 都會慢慢參加到這些措施 和一些購入過程 這裡的教育資源是豐富一些 然後我們課室又比較空曠 我之後也會選擇理科 因為科學除了可以增進科普知識之外 還可以跟同學互動 有更多的跟他們可以增進有益 科技人員的培訓是一個重中之重 作為科普教育是他的再前端 就是我們希望積極在他們中小學的時候 培育多一些這個氛圍 希望將來他們畢業或者讀大學 他們能夠從事科技有關係的工作 我們希望可以做到下面的 我會教課 一個問題 比如說 那一開始 我們就看到 那一開始 兩開始 去了 這是